春节期间有一只水牛趁四组不注意的时候 偷跑出了栅栏外下的民众报案 援京抵达现场之后 先把水牛赶往安全的地方 再透过里长的帮忙 顺利的联系上了四组 把调皮离家的水牛给带回家 后面左下角马路上神秘黑影突然冲了出来 仔细一看休旦几雷这出现的竟然不是车 而是一只投奔自由的水牛 走看看又瞧瞧车辆来雷 往往偷跑出来的水牛看起来好紧张 再往前两步迎面而来的车辆 紧急刹车你没看错 这是发生在四号春节期间 竹北水利大桥上 民众看见牛而下的赶紧报案 为防止这只水牛在路上奔跑 造成用路人的危险及交通混乱 到达处理远景利用巡逻车 将这只水牛暂时安置在旁边农地 暂时找不到主人远景当起木牛郎 先解除危机再说 随后透过里长帮忙 顺利联络上四主 还牵来牛儿玩伴来认清 看到好朋友好开心 调皮偷跑出门的水牛 终于愿意乖乖回家 四主也非常感谢远景协助 才没让牛儿逃跑成功 虎年春节期间 马路上就奔出水牛赫新年 索性不是老虎 否则民众就真的是要吓坏了 记得综合报道